陕西首家社区嵌入市一氧结合项目 康隆西城长者屋近日正式落户西安市连湖区 通过社区嵌入市一氧结合的养老理念 为老人提供专业化、个性化、便利化的介护养老服务 长者屋是以满足新时代养老需求为宗旨建设的小规模、多功能 社区嵌入市养老机构 该机构与西安市连湖区土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签订了一氧结合服务协议 土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长者屋设立了家庭医生团队服务室 为老人建立健康档案 举办健康教育讲座 提供以预防保健为主要内容的健康管理服务 我是长者屋家庭医生团队的一名社区护士 在我们土门社区中心承担我们的护士工作之外 还在那承担一个社区护士 然后我们的医生对治癌的病人 就是一个礼拜最少有两次对他们去群诊 群诊的时候如果发现病人有一些需要我们做治疗的 我们能做的 然后我们就去给他们做 如果我们做不了的话 就分级诊疗 我们就是联系西安医学院 把他们通过绿色通道装转到上级医院 西安市联湖区卫健局以网格为载体 以构建更加成熟定型的分级诊疗制度为突破口 通过推行卫生健康网格化服务管理模式 积极探索破解民众看病难的新路子 联湖区土门社区医生服务中心 开展网格化管理工作以来 成立了五个家庭医生工作室 两个家庭医生团队服务室 以及十二支家庭医生服务团队 服务于我们辖区八点二万人口的 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 我们工作开展以来 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 就是定区深入社区 开展我们的健康教育 以及特殊人群的一些服务 通过我们的这种网格点的 这种就是说下沉式的这种设置 确实让社区居民有了这种 零距离的这种就医的这种体验 当地提出并推行卫生健康网格化 服务管理模式 用紧密型融合式一连体畅通 分级诊疗通道 用坐系坐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打通诊疗最后一米 推动医疗卫生工作 由传统的疾病治疗 向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转变 一方面呢 就说是我们为我们的亲戚居民 提供一个就是说是近距离的一个服务 解决一些老年人或者行动不便的人 不方便到我们中心来就诊 我们可以近距离的为他提供一个服务 第二个呢 也是通过我们下社区的这种形式呢 来让老百姓了解到我们家庭医生签约 有这样一个服务的模式 然后让更多的人来接受我们的家庭医生签约 也接受我们的这种服务 以前反正要是不好了的话 又快点又到医院去弄啥的 去有关好弄啥的 又不方便 从前要以后一打个电话 马上大夫就来了 来了以后 一天都给医治疗 给用啥油 给咋个人用 都一下子就好了 反正 感觉在这方面的确实 在这个社区城里的这个家庭服务 的确实 太感谢了